杨幂主演的新电影 没有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是即将上映 杨幂这次为了新戏改变了造型 她漂发7小时将头发染成红色 而在宣传片中 她还为了塑造角色穷的形象 在做美甲时 主动提出美甲有弹缺的细节 杨幂拉着一旁工作人员的手表示 我的原型指甲可以参考她 最后导演也表示对这种就特别适合 字幕上还打上残缺的美甲 而这片段一出就被网友炮轰 认为这样很不尊重人 片中的美甲与穷之间毫无关联 更批评剧组与杨幂根本不了解 普通人的生活 纷纷留言心疼工作人员 轻轻恳恳打工 到头来被标成穷酸 特别是当着那么多剧组人员的面 其实她有这样的举动 更说明她刻薄 但有粉丝反驳 杨幂并没有提到穷这个词 说的是努力生活的人 要网友们不要太敏感 而争议持续延绍 官方也紧急将片段删除 不过仍然引起众多网友踏发